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总统特朗普25号再次表示 通俄事件调查是一场政治迫害 希望未来不会再有美国总统遭遇这样的错误且可怕的调查 不过特朗普罕见称赞通俄事件特别检察官米勒 值得尊敬 白宫顾问康威当天公开 还敦促过去拿通俄事件攻击特朗普的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夫辞职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签署命令 宣布美国正式承认以色列对哥兰高地的主权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晤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签署命令 他表示未来中东的和平必须要让以色列有自我防卫的权利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网站发文称 美国是时候承认以色列对哥兰高地的主权 他当时形容这是艰难的决定 又否认这是为了帮助内塔尼亚胡争取连任 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占领了叙利亚的哥兰高地 大部分地区但一直未获国际社会认可 波音737 MAX 8去年10月以来发生两起空难 美国当局下令停飞后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停飞同行的客机 美国最大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宣布延长737 MAX航班取消时间 在4月24号之前此机型都将停飞 美国航空表示目前一天取消约90趟波音737 MAX航班 美航机队目前有24架737 MAX 是国内第二大737 MAX运营商 仅次于西南航空的34架 美国航空表示延长停飞是为了给乘客和团队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让乘客更有保障得以达成其他航班抵达目的地 此外波音公司表示将对737 MAX的防湿素系统进行软件升级 有消息称美国的三家航空公司 已经在周六对更新后的软件进行了测试 轰动全美的名校招生丑闻继续发酵 各学校也纷纷对奢侈学生做出不同处理 耶鲁大学于周日表示 已经取消了一名学生的录取资格 据了解这名被撤销录取的学生 在法庭文件中的代称为一号耶鲁申请人 这名女生的父母支付了120万美元 使她得以被招募进耶鲁女子足球队 但她其实从来没有提过竞技足球 该女生的档案由案件主要操盘手 威廉·辛格以及南加大女足队前助理教练 劳拉詹克合作打造 根据检方的指控 耶鲁与招生收回案有关的被告 是该校女足主教练鲁德·梅内德斯 她已于去年11月辞职 此前5个月曾配合FBI进行调查 在这名女生被耶鲁录取后 梅内德斯收到了新格的40万美元支票 而耶鲁表示 相信该校教职员工 除了梅内德斯之外 无人对行贿一事之情 加拿大警方通报 一名中国留学生23日傍晚 在安大略省万锦市被绑架 目前下落不明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已经启动应急机制 加拿大警方发布了被绑架学生的照片 和他失踪当天的着装 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警方又发布监控画面 指嫌犯共有4人 失踪的男性 中国留学生在一所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停车时 三名蒙面男子用电枪挟持 将这名留学生绑架上一辆黑色汽车 驾车离开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敦促加拿大警方 尽快解救被绑架学生 并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 提供最大协助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近日南加州的一家公司 召回出售的牛油果 因该产品可能受到里斯特军的污染 位于圣地亚哥附近的牛油果种植 和经销商Henry Avocado表示 此次召回包括在加州种植 和包装的有机牛油果 该公司称 他们的产品在加州 亚里桑那州 佛州 威斯康辛州 北卡州和新汉布什尔都有大量出售 目前全美还没有关于牛油果 引发疾病的报告 该公司表示 在对其包装厂进行例行检查后 发现检查样本中 有里斯特军检测呈阳性的样本 该公司随即发布了召回启示 不过该公司称 从墨西哥进口并由他们分销的牛油果 是安全的 不会被召回 里斯特军可通过受污染的奶制品 生蔬菜或肉类进入体内 感染后患者可出现发热 寒颤 肌肉疼痛 并伴有恶心 呕吐和腹泻等症状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制造业数据 差过市场预期 市场担心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失速 拖累美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呈现倒挂 这是2007年以来 长短国债收益率首度倒挂 在过去50年内 一共发生过6次3个月期的美债收益率超过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情况 同时要在债息倒挂10天以上平均311天后经济才陷入衰退 因此长短债息倒挂一般被视为经济衰退的先兆 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有投票权的圣路易斯 联储银行总裁布拉德表示 美债出现倒挂 希望只是暂时性 他称 短债息必须较长债息高出零点几个百分点 才会在未来几天内为美国经济发出悲观讯号 而美国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的研究认为 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几率大概是三成左右 苹果公司于周一下午在其位于加州的库伯迪诺总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苹果宣布了几项革新服务 包括其收费的新闻应用服务 以及发行苹果信用卡的计划 同时苹果还宣布他将进军流媒体业务领域 苹果公司目前正开拓订阅服务领域 以弥补iphone销售的不利影响 一款名为Apple News Plus的付费应用程序 每月收取9.99美元 包括300多种杂志 以及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内容 苹果还表示将发布名为Apple Card的信用卡 并可以显示在iPhone的电子钱包应用程序中 该卡包括几项消费奖励政策 且没有质纳金或年费 此外预计iPhone将宣布 以Apple生产的原创节目为基础的流媒体视频服务 此外还有来自HBO和Stars等提供商的流媒体套餐 美国迈阿密网球大师赛 南丹赛是头号种子 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晋级16强 德约科维奇第三轮的对手 是世界排名第83位的阿根廷球手德尔布尼斯 两人此前未曾交手 第一盘德约科维奇以7比5先下一程 到了第二盘双方上演破发大战 德约科维奇率先破发取得3比1的领先 然而德尔布尼斯随即反扑 并两度打破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 以6比4扳回一盘 然而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 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 他在决胜盘展现强势 最终两盘迫发得手 以6比1胜出闯入16强 将对阵22号种子 西班牙的阿古特 在周六晚上无人问鼎投奖之后 进球奖彩票的奖值 目前已经累计达了7.5亿美元 成为全美历史上第四多的进球彩票投奖 也是第七高的彩票奖值 周六晚上开奖的数字是24 25 52 60 66 强力求为5 进球奖下一次开奖将会是在 3月27号周三晚上 投奖获胜的几率约为2.922亿分之一 投奖幸运儿如果选择一次性领取的话 税后将会获得约4.65亿美元的大奖 自去年圣诞节之后 全国就没有人赢得过进球彩票的大奖 从来以后进球彩票总共开奖24次 但一直无人中的投彩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